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啊 看到我们的大咖 它的这个开头特别特别的长 所以我必须要拿着稿子来念一念 介绍一下我们的顶级大咖 孙大文院士 他是欧洲历史上首位 拥有两院院士的华人 国际著名华人食品科学家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好长啊孙院士 那么在您的一长串的这个履历里头啊 我看到一行字非常非常亲切 您知道是什么吗 我自己猜肯定你跟这一行字有关系 1991年到1994年 您曾经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做研究员 对 你自己也在纽卡斯尔待过 Yes, I graduated from Newcastle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但是呢你在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早就离开了 对,我在的时候您早就离开了 我是二十一世纪在那边 OK,OK 您是二十世纪对不对 那我们相当于是秀友啦 您是我的 我也是我的学妹 谢谢,谢谢,谢谢 所以您是在那个科学医学院吗? 我是在农业与生物科学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对,我那一年有一个同学在那边读博士 是那个生命科学院 OK 我觉得非常牛 medical school 生命科学,对 对,有一个medical school 然后我看到您的有一些 当然我就是从百度上搜的 您的那个杰出的技术成果 我念一下,我觉得非常的生僻 比如说超快速食品冷却技术 食品快速质量检测计算机视觉系统 食品涂抹保鲜 这三个是列的特别鲜明的三个 然后呢这些词我觉得对我们的网友来说也很生僻 就是技术流的嘛 您能不能用最少三个例子 给我们网友解释一下 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高技术 食品快速冷却 我给你指一个例子 你如果到超市买东西 买了蔬菜以后 你回去是不是又马上放冰箱 你如果放在家里 放了一天以后再放冰箱 这个蔬菜保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就压了 对,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食品快速冷却技术 但这是在家庭里头的 我们这个技术是在田间 因为这个果蔬是带有这个呼吸的 就是说采摘忘了以后 它不是就死了 它实际上它一直在呼吸 它细胞一直在呼吸 所以这个呼吸就会导致这个食品的质量的下降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冰箱里头 就是要降低它的呼吸程度 来延长它的化驾期 也就是说保持它的时间长一点保鲜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 一个例子 就是冰箱 第二个呢 你就是计算机视节系统 对不对 对 人脸扫描 现在大家用的很广 对不对 就是抓脸 对,这是就是视节系统 抓脸 然后跟数据库进行对比 然后来识别这个人 这就是视节系统 只不过说我们把这个视节系统 用到食品中质量跟安全的检测 就是刷一下这个食品 就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了 对,是的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呢 这个涂抹保鲜 那大家都知道真空包装 是一种包装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包装 这个缩料膜给替换掉成一种 可实用的无色的透明的这样一种膜 而且呢这种膜呢就是说 不是说你可以 因为是无色的透明的 所以你就看不到了 而且呢是在冗业里头 我们把它把它放进去一提出来 它就形成了这种膜 自动的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真空包装 可以实用的 但是呢你刚才讲的 在百度上收的 这个都是我20年间的均收 那您最新的技术是什么 最新的呢 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最新技术 打个比方说 桌脸这个是不是啊 桌脸这个技术呢 图像识别 我在这个基础上 我又教了一个光谱 这个呢 光谱呢 打个比方说 我们那个CD在光的照耀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原来是那这就光谱 OK 这光谱有什么用呢 光谱可以检视到 食品里头的成分 那么把这个光谱 跟这个桌脸 给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新技术 就高光谱成像技术 这种技术呢 就是说 我如果来桌脸的话 我桌的不仅仅是一个脸 我桌的呢 还知道你这个脸上的水分啊 你哪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啊 这个还有 食物成分 对 所以呢 最新的技术 我现在在做的最新技术呢 是把这个两种技术用到食品里头 所以我看的不仅仅是尺寸 形状 颜色 我还可以看到它的成分 甚至是看到它的质量 看到它的微生物分布 这个速度快不快 当然很快了 很快 快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啊 快到跟你的计算技术都有关系 这样一个设备是一定要放在实验室里头还是我们可以随身带的 好 这个这个设备呢 如果以后的发展是可以随身带的 我给你透露一点的信息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国内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在国际上是非常在国际上应该是前几名码排名前几名码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模型已经跟他们合作应用到他们的产品里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广大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刚才你说的就可以拿到手里头 便携式的 便携式的 OK 非常简单的 对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你可能也知道就特别的关心那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是的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曝光过那个僵尸肉啊 然后这个各种食品的复合格呀 就是什么添加剂呀 有毒有害的这种东西 但如果有这样的设备的话 我是不是说比如说我逛个超市啊 我拿着这个设备 然后我在买肉的时候 哎我就撕一扫 然后就立马就呈现出一个结果告诉我 这个肉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的 它不是僵尸肉我可以放心的买 现在我们跟这个企业做的 他们就是往这个方向的原因 对对但因为我们本身不做硬件 硬件必须他们来做 我们是做模型 就说必须有很好的模型 然后我们我们我们在建模这方面 我们有自己无特的那个能力 所以呢我们跟他合作建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建的好的话 只有模型建的好 他就能识别 他就能 刚才你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新鲜的 就可以新鲜 而且呢可以从上面通过 因为老百姓就说普通修会者对素质顾免感 所以呢我们是通过颜色来表示的 明镜需要您的市民